欢迎收看 我老师分线兵法 三十分线第七堂课 这一堂课要讲是孤岛对应 孤岛对应很好用 不管在四五分线 五分线 四五分线 三十分线非常好用 三十分线来讲是最稳定的 所以一般操作孤岛对应 我老师建议你 一定是在四五分线跟三十分线 然后四五分线三十分线 它形态更完成的时候 假设四五分线是孤岛对应 三十分线也是孤岛对应 那代表你有九成的胜算 如果四五分线是孤岛对应是八成 如果连三十分线也是孤岛对应 代表你九成的胜算 一般我们看到孤岛对应 我们简单讲 刚才讲前面这么多 什么形态什么形态 对应量多大 下资金要大还是小 是双线合一我就下大 那一般看到孤岛对应 一般来讲都是正常资金 就是固定资金下 我要下大 比如说我每次下十万就是十万 看到孤岛对应我就是十万 如果你是下五万 我就孤岛下小我就五万五万五万 看到孤岛对应我就是这个形态 因为他胜算很大 所以一般我们看到孤岛对应在三十分钟线来讲话 十次你会对九次胜算很高 所以一般下的资金都会比较大 好不好 来我们就看一下孤岛对应的口诀 第一个口诀是什么 多空对应量越大转折越强 什么叫多空对应量 比如说这个空方 这个是多方 这个叫对应 这是空方的线形 这是多方的线形 收红纯阳线 其中量越大转折力道越大 量这个大或者这个大都可以 一般我们希望看到是空方量大 空方量大转折力道更大 记好 第二底部量越大转折越强 底部就是说这里底部 这里可能好几根K线 五天三天七天十天都有可能 这个底部也有大量 那个最好它转折更强 多方线越大转折越强 多方线就是这个东西 多方线 这个线越大就涨停板最好 十个点或二十个点最好 创业板就二十个点 只要这个线越大越纯 转折力道越强 多方有缺口 转折力道更强 如果它是往上跳空有缺口 一跳空就五个点 一跳空就四个点 然后这个涨停 那最棒有缺口 孤岛对应不破不出 孤岛对应多空 谁的低点低 不破我不出 或者是这个低点 这个区间的低点 不破我不出 来王老师举例比较快 来 我们看到这一个 有没有看到 这个叫做什么 孤岛对应 看到没 左右有长黑 右有长红 要过这个高点 但是这个形态完成了 三十分线我们讲是形态 形态对了就对了 形态对了就对了 它不一定会过这个高点 但是接近只差一个点都可以接受 如果还有一个点就过了 没有关系 有的是涨停板没办法 比如说这一天就涨停板 它距离这个高点还有一个点 那叫隐藏突破 王老师讲 那这一个人来讲的话 他没有 他没有涨停板 但是留有一点点上一线 但是这个距离高点只剩一个点 那也对了 好 这叫孤岛对应 孤岛对应来讲的话 我们一般来讲 多方量跟空方量 看谁的低点低 我就以空方量的低点低 为什么 帮手点 那我在这里我就买 买了以后我就不管它 大概是买在23块钱 最后涨到27块钱 孤岛对应它的力量都比较大 一般可以赚到20个点以上 跑不掉 大部分 大部分30分线的孤岛对应 可以赚到20个点以上 八成以上都是赚20个点以上 所以孤岛对应力量大不大 很大 所以我讲说 我看到孤岛对应 一般来讲我都下大资金 因为它转折力量都很大 都有20个点以上 那既然有20个点以上 那我一定是下大 那之前我们讲是15个点到30个点 这个是已经到20个点以上了 所以它的转折力道都是比较大 尤其是30分线的孤岛一完成 它的转折力道形态一完成 几乎都有20个点 好来我们看第二个 第二个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完不完整 你看一下空方量越大越好 我刚讲过空方量越大越好 而且这空方量往前一看 哇是最大量的 那多方量在这里 多方量 多方量没关系 我最希望看到是空方量 空方量越大 空方量越大 越强记好 空方量越大越强 因为它被它高点被它吃掉了 所以多方量我不管它 那多方我只在乎的是它的线 纯不纯 它的线纯 什么叫纯 收到最高点 比如涨7个点 最好是涨停板 10个点 或20个点创业板 最好是涨停板 这是标准 然后不管它 你就买在这里 大概画一下好不好 买在15.2块钱 随便20% 绝对有20% 看到没 那停损点在哪里 多空量的空方量的什么 低点 为防守点 低点 就是低点为防守点 我们一般来讲8成 我讲是8成 也有例外的是以 多空量中间的 K线的低点为防守点 一般我现在举例的 都是以多空线的 空方低点为停损点 好不好 那你今天买进去以后 你就等它 它正下不要理它 正下不要理它 接下来防守就看到 它一直上去了 看到没 好不好 来我们看下一个 121页里面天阳科技 来 它是不是左有长黑 右有长红 以多空线的低点 空方的低点 为什么 防守点 我进去就是防守 然后接下来 就是这一根K线为买点 就买到这里 就转这一段 好不好 这很简单 这个图形很简单 那这个图形里面 老师为什么这个图形 看起来涨幅很慢 很小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老师这个图形来讲很标准啊 左有长黑 右有长红 转折为孤岛成心对应 理论上它应该涨的速度很快 那为什么涨幅比较小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涨幅小一定是有压力 记好 涨幅小一定有压力 所以这个是买点没有错 你买了以后你要去看 这是空方量 这是多方量 那空方价最大在哪里 跟它一样是这一 量价对比 这个叫量 量一样大 那这个价就是这里啦 看到没 所以你看到没 看到没 它扭扭捏捏 看到没 就是你要往前面去比较它的压力 压力 像王老师操盘 做王老师一看到这个 会不会买 会 应该有20个点 但是王老师会去看 这个多方量跟空方量 有没有 跟前面压力去比较 一比较 哇 这一根空方量 竟然跟多方量一样大 那代表它要挑战这个价 会有什么 压力 那我就测算 测算这个幅度 测算这个幅度 这个幅度就小 我买进去 大概可以赚10% 好 我要赚10% 那我可能资金会小一点 因为王老师讲说 孤岛成心大概都赚20%以上 十字里面有9次 你可以赚到20% 可能有一次 你只能赚到10% 做对 那失败几率 我跟你讲 孤岛成心失败几率 十次只有一次 它的胜算很大 它的胜算 30分线的孤岛成心的胜算很大 所以我们操作分线理论 王老师常讲 我进去买 第一个资金大跟小 是依照你的转折力道的量 来决定 这是第一个决定 第二个资金决定 你资金量大跟小 除了转折力道之外 就是你要往前面去看 它空方要解套的压力有多大 有多近 如果还很远 那我当然下资金大 如果很近了 只剩下十个点 那我会比较站在风险意识这一边 我进场的资金 我就会比较小 好不好 来我们看下一个 120个页里面 荷尔泰 各位你去看 这标不标准 空方量一看 标不标准 大 这多方量标不标准 标准大 有没有对应 有 高点有没有突破 有 那你就买吧 那买大买小 一定是买20个 买大 买大我要赚它后面的这一段 我一定要买大 这图形放大给你看 这个就很标准啊 对不对 多方量也大 空方量也大 OK 那我当然是买什么 买大 来我们看123页 来 123页里面中矿资源 你看一下 这一个来讲的话 左有藏黑 左有藏黑 右有藏红 有没有突破它的高点 有 那我就是败 买了以后 多空的低点是空方 那我这里就是防守点 对不对 是没错吧 这防守点 那这量大不大 大 但是往前面看 你有大 但是有没有它大 没有 它这个是比较大 多方量比较大 那这空方量小 代表有没有压力 有 但是会不会过 量价对比啊 多方量大于空方量 所以空方的价会不会被突破 会 这量价对比 它价就会被什么 突破 一样 我只要看到形态对的标准形态 我就是下什么 大 所以买在哪里 我们算五十五块钱 最后涨到多少 63.86 也是差不多20% 跑不掉 你绝对跑不掉 20%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孤岛成心看到的对应啊 一般都可以算到20% 跑不掉 那失败的概率不高 所以孤岛成心是一个很好操作的什么 标的 就是说我用三十分线看 我要怎么看老师 我要怎么看 我老师讲说很简单的 你把那个电脑啊 就是把它打出来 今天的图形是三十分线的 你看到这个孤岛成心 你要往前面看一两个月 把图形缩小一点去看它的压力 第二个我复盘的时候 晚上复盘的时候 很简单嘛 晚上复盘 我就从涨五个点以上的往上开始复盘 涨停板的你也要复盘 涨停板的也许你百万 第一个买点买不到 明天有第二个买点让你进场 所以你三十分线要先看好来 看它形态对不对 我们操作股票一定要有观念 王老师再讲一次 这个观念很重要 操作股票第一个 复盘 你在下午复盘的时候 有没有 第一个复盘是什么 复盘 看日线 先看日线 看日线 看它日线是不是形成多方格局 第二你日线看不懂人 看三十分线 第二步看三十分线 看三十分线 三十分线里面 看有没有大量要突破的 看有没有要突破线的 用三十分线去 那复盘日线如果多的 你就开始去找买点 第二是分线 你日线看不懂看分线 三十分线 我也不知道它多空 我就看到这个K线 那我就买 也对 这样也对 所以复盘一般 王老师复盘 王老师一般复盘 开始复盘的时候 下午或晚上复盘 王老师都从五个点以上 往上复盘 很快 涨五个点以上开始复盘 王老师是先看日线 五个点以上 看到日线 这个就是多方形态 我就进去看三十分线 第一个 王老师就先看三十分线 因为你是复盘 复盘一定从看三十或十五 只有看这两个 开盘都是看五分跟十五分 就我要开盘的时候 我都是看五分线 十五分线 形成什么 如果复盘的话 我都是看十五分线 跟三十分线 这两个 因为五分线早就过了 太远了嘛 所以你只能复盘 看十五跟三十 那盘中一定是 为了追求速度 一定是看十五分跟十五分线 五分线没有把握 一定看十五分线 十五分线没把握 你再来看三十分线 盘中你可以慢慢看 五分十五分三十 但复盘你只要看十五跟三十就可以 好 记好 复盘只要看十五三十 五分线根本不用看 好 我先跟你讲这观念 五分线不用看 复盘没有再看五分线的 我们复盘都只看结果 因为结果已经造成了 所以复盘一定要用 最快的速度复盘 所以只有看五分十五分 跟日线 五分线不再看 盘中才有再看五分十五三十 这观念一定要有 因为我们要加快 我们复盘的速度 因为收完盘下午跟中午收完盘 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复盘 所以你只要看十五三十 这样复盘 看到有符合王老师讲哪个形态 你就把它追踪 设定到你自全股 下午开盘的时候追踪它 赶快进场 有机会进场赶快进场 或者是晚上复盘的时候 看到这个形态 你把设定为自全股 隔天的时候准备随时去找第二个买点 你在第一个买点没找到 第一个买点就是盘中的时候 你发现五分线 十五分线 三十分线 好不好 来我们看下一题 下一题 124页路安还能 你看它标不标准 左右有长黑 右有长红 以多空 空方的低点为防守点 看多方低还是空方低 以低点以多方或者是空方 看谁比较低 那个低点为什么 防守点为防守 那它就是一个防守点 好防守点以后 我就在这里买在这里 我就不管它 我就买在这里 买在这里 我要算后面几% 20% 20% 标不标准 很标准啊 对应啊 对应啊 那你后面出来像这一个 后面它就出来了 对不对 你甚至算更大了 反正我进去以后 我就是以多空低点为防守点 因为它是对应形态 对应形态 来我们看125页 125页 这个好标准 对不对 来你看一下 这个是不是一样 左右空方大量 右有多方大量 往前面一看 没有比它还大的量 那标不标准 标准 所以你买点一定在这里 对不对 对应 左有长黑 右有长红 量大 那你买在这里以后 我们画一条线 这个就是你买点 大概在30块钱吧 30块钱 大概是30块钱 那30块钱的话 你多空的低点为防守点 低点是空方比较低 空方比较低 这一根K线比较低 那它就是你防守点 我进场 这个进场 不要管它了 因为你已经进去了 以这个低点为防守点 那你买了30块钱 它涨到39块钱 几倍就30% 30% 但是我们要赚 赚20%就够了 我讲过20% 赚个20%就够了 那它的涨幅有多大 其实跟前面的压力有关系 如果前面的压力都很小 量都很小 它的涨幅就大 如果前面像刚才我们举例 它前面有一根 这么大的长黑棒在这里 量这么大 那它的压力就这样 就大 压力大 它的涨幅就这样 就小 这观念要有 前面的压力大 它的涨幅就小 前面的压力小 它的涨幅就大 你心中一定要有底 因为我们进去做股票 我常讲为谁而战 为何而战 我为什么要买这个股票 因为它符合魔妖绝学 分线兵法 或者是魔妖绝学日线形态 我进去以后 我接下来我要测量 它的幅度有多大 我测量它的幅度 当然就讲我们 王老师常跟各位讲 九大生命线的压力线 压力线 你不知道怎么找 很简单 找量大 价大 量很大 前面有量很大 或者这根K线很长黑的 它就是压力 这是最基本的 这是最基本的 你要学会 那我就知道 它的涨幅有多大 我心中就有底 我进去以后 我应该可以赚到20点以上 自己要有这种 怎么讲 就是这种技术啊 自己要知道说 我进场以后能够获利多少 这个观念一定要有 来我们看下一个 126页 126页 你看它 这个是不是一样 是不是标准 这为什么标准 老师它量没很大 没有错 量没很大 那量跟这里比起来 跟这边的量就一样大了 所以它要挑战这个压力 没错啊 它要挑战这个压力 但是它隔天直接给你过 但是我说它转折力道很大 为什么 很大 因为空方量越大越好 这个线越大越好 你看它前面的K线 都好小根 看到没 都好小根 好小根 好小根 那为什么到这边这么大根 就告诉你是什么 大转折嘛 前面的K线都很小 这个叫对比 好不好 是跟各位讲过 这个叫对比 K线对比 什么叫K线对比 就是说 再讲一次K线对比 就是说我这一根空方K线 或者我多方的K线 我跟前面的K线的涨幅 第一个跟它的震荡涨幅 震荡涨跌幅 它震荡涨跌幅 涨跌幅 这前面震荡涨跌幅都很小 看到没 你看这里所有都震荡涨幅 突然来到这里这么大 突然来到这里这么大 那代表它一定是大转折 一定是大转折 这个叫对比 也许这根K线 它只有涨4%或5% 因为你前面的K线只有涨1%跟2% 那我涨5%对你涨1%来讲话 就是一个percent一个点来讲话 它是不是比较大 当然大 所以它叫大转折 它就是大转折 这个就是大转折形态 所以你买在对应 买在这里大概13.1 对不对 后面20%绝对有20% 其实K线这个东西很简单 你只要把这个图形 把它落印起来 当你落印起来的时候 你去做 去操作的时候 就相当容易操作 就怕你图形没有办法落印起来 孤岛成型很简单 左藏黑右藏红 一对应你就看出来了 只要看到左藏黑右藏红以后 我就是要买 这个藏红空方量越大越好 藏红越大越好 第二个我就看前面的压力有多大 前面没有压力 我就知道它涨幅很大 如果前面的有空方量要解套 那我就知道 这个转折就会比较小 这个观念是最重要的 一定要记起来 来我们看下一张 来127页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价你看一下 相对于前面的价 它是不是大 对不对 前面涨跌幅都很小 你看前面涨跌幅 这个价跌一下 有缺口 哎呀这个有缺口强 王老师讲过有缺口就是什么 强 有没有带量 有 那这个是不是 左有藏黑 右有什么藏红缺口 那这个绝对是强势 你买 它绝对是强势 你看它涨幅就大了 看到没 涨得就急了 看到没 涨得就急了 为什么 这个叫大转折吗 就是K线这里是大 然后这里又有缺口 前面K线又这么小 那这种转折一定是大 那你就知道它后面涨不会快 又大 所以刚才我们的口诀里面 有带缺口是最好 因为缺口力量会大于什么 K线 所以你有带缺口 我代表它涨的速度会比较急一点 那量价量越大越好 第三个是量不大没关系 价 价大 比如说空方价或多方的价 这个线形大 那前面震荡只有一趴 一个点两个点三个点 一个点两个点三个点 结果突然这一天跌幅七个点 转折七八个点 那个七八个点 对两三个点来讲 它就是大 这观念要有 这个就叫做大转折 好不好 来我们看128页 128页是不是如此 这个前面的价也不大 这个量大 有缺口看到没 它是不是有缺口 这里是不是有缺口 左边有缺口 那不是更标准 左缺右口 对 左缺右口 又有大量 又被它突破 那你这个是不是买点 买点 以空方量的低点为什么 防守点 那你有缺口 我知道它转折力道一定大 它一定大 转折力道 你要赚20%绝对有 20%一定有 所以我们看到 孤导转折很明显的一件事情 我们看到一件事是什么 孤导转折的对应 形成大概都有24个点 都有24个点 这个形态 孤导转折简单讲 左藏黑 右藏红 形态对了 量越大 转折力道越大 这种是叫做标准送分题 所以你看到这种标准送分题 你要进场 因为代表你可以赚到24个点 这个胜算是相当大的 好不好 来我们看下一张129页 129页你看到没 它也是啊 左右大量 这个大量是以前没看过的大量 对不对 可能一两个月没看到 结果它有没有对应 左藏黑 右藏红 有没有对应 它高点突破 接下来我以空方的低点为什么 防守点 对不对 我以防守点 结果我们看它 一个点 两个 赚30个person 后面还有 就算你被它甩掉 你都赚几个点 20个点 跑不掉 三个 你卖掉 它连续三天涨停板 可以卖了啦 涨三个点 至少我要出掉二分之一 你看到它连续三天 涨停板 你说它这个标不标准 标准 所以孤岛成心 左藏黑这一个 跟右藏红这一个 这中间会隔几个 不一定 有的是一个礼拜 有的是两个礼拜 有的是三个礼拜 所以你的图形怎么看 你最少都要给我看 一个月以上 最少你的图形看 都要看一个月 你不要看得太近 你不要看K线 看太短 看这五天八天的K线 你看不出所以然 看三十分钟的K线 最少王老师都认为 你要看两个月的K线 我一个三十分线 我今天开始看 看今天的K线 我往前面一看 王老师最少是看两个月 一定要往前面看两个月 它是怎么变化的 它两个月 两个月以前 它量很小呢 价很小 突然今天价很大 那叫做大转折 而两个月以前 它量很小 突然今天量很大 那就大转折 什么叫大转折 就是量大 转折一定大 第二个K线大 转折一定也大 前面的K线 两个月以前的K线 它的震荡转折 只有一个点 两个点 三个点 四个点 一个点 两个点 三四 就在这震荡 突然这一天 沙盘八个点 转折也八个点 那八个点相较于 前面两个月的 转折只有三个点 四个点 两个点 那叫做大转折 这个观念叫做 对比理论 对比不是说 我一定有标准 我什么叫标准 我不是说 我纯阳线 一定要七个点 一定要八个点 没有这回事 它是用线型来对比的 我前面只有震荡 只有一两个点 三个点 一两个点 突然今天六个点 六个点 对于前面三个点来讲 增加一倍 就好像量增加一倍 一定叫做攻击量 比如说 昨天成交量 两亿 今天突然变为四亿 那成交量增加一倍 不叫攻击量吗 就是攻击量 你增加一倍量 就是攻击量嘛 那K线理论也是一样嘛 你前面震荡只有两个点 三个点 两个点 三个点 一个点 突然今天震荡六个点以上 那叫做攻击量 攻击线 K线叫做攻击线 量叫做攻击量 这个观念一定要有 是对比理论 来我们再看下一张 来130页中国铝业 我们看一下中国铝业 它量大不大 你看一下大不大 大不大 来这个有缺口 那左有长黑 右有什么 是不是叫长红 长红来讲 那这根K线也是什么线 封口线 我不管你学的好学不好 你只要知道 大量突破也可以 你要这么讲也可以 你说老师它就是大量里面的突破 对不对 它就是突破飞药 是不是突破飞药 也是突破飞药 没错啊 大量被突破不叫突破飞药吗 也对啊 它左有缺口 它是不是封口线 也对啊 对不对 它是左有长黑 右有长红 也对啊 所以我不管你 把它看作突破飞药也好 你把它看作孤岛对应也好 你把它看作封口线也好 我们讲说武功学到最后就是什么 无形无招无色无畏 功夫不是说我练功夫 一定要造一套拳法 36套一套一套这样打你才会打 没有 功夫练到最后的时候 全部都忘掉 但是我一看我就知道它是什么信心 我看就对了 那这样的话你就是达到上层的功夫 功夫最厉害是什么 就是无形无招嘛 我们讲中国功夫来讲的话 我们最高看古人的这些武侠剧也好啦 这些以前武侠小说也好 最高最高段的是什么 无形无招无色 最高 他自己打出去打什么 他心中有底 就好像有我们常讲说 这个做股票人啊 手中有股票 心中无股价那是最高境界 我手中有股票 手中有股票 我心中没有股价 涨跌我都不在乎 那是最高境界的 其实这种达到这种最高境界的人多不多 不多啊 为什么 他手中有股票 心中没有股价 为什么 因为手中的股票 他不把它当做钱 简单的讲 为什么 因为手中的股票可能只是他的十分之一的财产而已 手中的股票 如果你手中的股票只是你十分之一的股 你十分之一的财产 那十分之一不见 九牛一毛不见 你不会伤到你的财富 所以他不在乎那个九牛一毛 所以他就手中有股票 但是我心中无股价 涨跌只是一个过程 涨涨跌跌赚了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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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但是他要的是什么 他要的是结果 而不是说这一年两年在这涨30%跌40% 他要不是 他要是说 比如说你跌30%他也不理你 30个点他也不理你 他要的是三年五年以后 他能够赚30个点 跌下以后 他觉得是好股票 我再加仓 这个叫做手中有股票 心中无股价 我就认定你是龙头股 这种买这种 这种讲这种话的人 他买的股票 王老师告诉你绝对是龙头股 就是有代表性的企业 就不是龙一龙二就是龙三 所以他手中有股票 心中无股价 我被套20个点30个点 我巴风吹不动 端坐紫金链 你再跌我再加仓 因为他一定会龙头 会有景气 会有周期 到最后三年五年以后 他一定会上去 这个就是最高境界 就是说手中有股票 心中无股价 那个一定是什么 我们讲说 他是用闲置的资金去操作 而这闲置的资金 不会影响他的生活 影响他未来 不会 他是多的 这种操作人有没有 很多 很多 所以他是手中有股票 心中无股价 那我们看到这一个 来讲 他往前看 他量大不大 大 刚才讲说 你看这图货非要也好 我不管你 你就是买这里 然后买了以后 多空价的低点 以空方的低点为防守点 你买在这里 你就赚这里 随便赚 10% 20% 不是吗 就是20% 所以孤岛对应这个图形 太简单了 就是大家朗朗上口 就是左藏黑 右藏红 但是我们看到是什么 记号 左藏黑 右藏红 口诀里面 左藏黑的量越大越好 最好是三个月 你没看到的大量 那个叫标准送分题 第二个是 右藏红 右藏红如果带缺口 代表他是极强势 右藏红他直接开口 对应的左藏黑 他开缺口 那极强势 那多方量 不用去管他 只要空方量越大越好 多方只管什么 你知道空方管量 记号 空方量越大越好 多方管什么 管线 这个叫线 线越纯越好 就是越纯 越是纯阳线 越好 越纯越好 记号 纯阳线 多方管的是 看的是线 空方看的是量 然后停损 以空方的低点 为防守点 然后接下来就是 对比理论 跟前面这个k线去对比 他就是大 你只要把握这几个原则 去操作 你进场来讲话 获利都相当不错 好不好 那今天这是一个非常实用 而且在日线里面孤岛成心 分线里面 数分线 30分线都有讲到 孤岛对应 就是孤岛成心 你把握这个原则 这个原则在日线 在分线来讲 尤其我们在日线 要记好日线的孤岛成心 都是底部强势讯号 都是波段上涨讯号 所以我们一般看到 日线的孤岛成心 我们下的资金量 都会比较大 如果在日线也是孤岛成心 分线也是孤岛成心 那个叫百分百送分题 这个时候 我们下的资金 一般来讲都会比较大 因为坐对一次 要胜过十次 你坐对一次呢 可能你可以做错五次 都没关系 都伤不到你 这观念一定要有 好不好 那今天的这一堂课 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各位收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